- 资料图,科索沃战钉中,美军F-117战斗机被南斯拉夫军队的SV-3防空导弹击落。 参考消息网1月13日报道,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月2日报道称,苏联解体和91事件之间的那段岁月,基本上被认为是历史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。 - 美国军事干预科索沃后留下的微弱影响,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它被认为是一场短暂而成功的低风险战争,即便人们记得它,印象也是感觉其无足轻重美国人很少记得它,尽管今年3月,就是这场战争20周年了。 - 然而报道认为,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 - 科索沃战争虽然持续时间很短,只有三个月,但它的意义并不小,甚至可以讲,它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 - 1999年3月,时任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军事力量,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叛乱分子的战火越受决望,科索沃那名大量涌入邻近地区,西方国家也卷了进去。 - 当米洛舍维奇不回谈怕解决的要求时,北约动用了武力。 - 经期18天轰炸,南联盟部队撤出,北约地面部队进入了科索沃。 - 这场战争开启了一场持续至今的,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的讨论。 - 近几年关于军事进入雪莉亚和利比亚的政策辩论,其实就是最早发生在巴尔巴半岛的问题的在线。 - 当时,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公开宣称,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行动,是一场善良与邪恶,文明与野蛮、民。 - 逐于独裁之间的战斗,但真相愿非那么单纯。 - 北约国力干预最终变成了支持科索沃解放军KLA美国在那之前已将其定义为恐怖组织。 - 该组织为完全独立,而非华盛顿赞成的有限自治的目标而战。 - 美国官员心里非常清楚这种道德言私下掩盖的风险。 - 实际上美情报机构私下里就发出过警告,科索沃解放军试图跳动再足屠杀,希望以此为由说服北约支持其独立。 - 报道认为,科索沃战争也提出了有关北约军事价值的新问题,而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引起很大反响。 - 北约的欧洲成员甚至从最初阶段就努力阻止这场战争。 - 当北约时任最高司令官委斯利克拉克将军1998年7月向芒谷通报美军起草的计划,包括通过轰炸贝尔格莱德追捕舌头时,心神不安的欧洲官员,就认为该计划过大,太吓人,要求必须在意限制。 - 最后北约确定指轰炸科索沃境内的少数军事目标,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首脑,坚持这些空袭目标前要经他们批准。 - 报道称,在战争开始两个月后,美国坚持改变作战策略,转而轰炸深入塞尔维亚领土的目标。 - 到战争结束时,美国实施轰炸的架次,占了北约全部轰炸架次的三分之二左右,同时还承担了大部分侦察,空中压制和精确打击任务。 - 报道指出,对美国来说,北约对科索沃战争的贡献,主要是在政治方面,但在军事方面,欧洲盲军机,本上是可有可无的。 - 这一经历为后来美国推行大边主义奠定了基础,包括小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之前,决定放弃寻求北约支持,以及特朗普总统对欧洲在自身防卫上,过度依赖美军发出了直接了当的威胁。 - 科索沃战争,也预示着大国政治的回归。 - 尽管俄罗斯过去一直是塞尔维亚的盟友,但在寻找唯一解决方案时,克里姆林宫最初是把自己定位为西方的合作伙伴。 - 俄罗斯外交官甚至与西方同行同气,虽然他们照样会奉决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战争的任何决议,但不反对空袭。 正如美国外交官里查德·霍尔布鲁克所言,对他们来说,一切都是为了敏子。 - 编译宋采平。 - 赞 纬拔鲁 - 赞 纬bud 感谢观看